杜鹃花夏季养护 大家好,我是公餐章 杜鹃花在我们北方是最难养的花之一 尤其是一到了夏天,真的就跟杜结一样 因为它喜欢半阴,然后湿润凉爽的气候 夏天这种高温,稍有不慎那它就牺牲了 这期来讲一讲夏季杜鹃花如何养护管理 在说日常管理方法之前呢 先给大家看看我家杜鹃花养护的环境 以及这个位置,我们住的是平房 然后呢,这边正好就把它放在这个门口 正好呢,这有一个纱窗 然后这个位置呢,既能遮阳,又通风透气 然后还可以照到散射光 所以说它这个环境啊,非常适合杜鹃花的生长 所以说我们家的杜鹃花呢,长势非常的好 从来没有落叶,黄叶等一些问题 这一棵是大的,已经养了很久了 这棵 我们家还有几棵小的,都是在那边小花园里头 那边的杜鹃花都是放在几棵大盆栽的后边 放在大树后边既能避免阳光直射,又能照到散射光 所以说那几棵的长势也都还不错 再看看这棵杜鹃花啊,这棵杜鹃花是新买的 也就不到半个月吧,应该 买回来之后呢,因为它已经开过一茬的花了 所以说就把它修剪了一下 留了这么两个花苞 然后也换了换盆 现在这个花苞也已经长出来了 就马上要开花了 它的长势呢,也到目前为止也还不错 好了,接下来呢就讲一讲我们家的杜鹃花是怎么养的 以及夏季需要注意的几点 那杜鹃花呢,它的养护环境呢,刚才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在这个门口放着 然后就是它的浇水呢,是见干见湿的浇 我们那一般都是等到它的棚面扒开看一看 然后干燥了之后呢,再给它浇上水 一边都是给它浇透 然后到夏天就是三福田,就是天气超过30度以上 它在进入半休眠状态的时候啊 就给它喷水保湿 但是我们喷水呢,不是直接给它喷到叶面上的 是给它喷到这个花盆上 还有底下这大花盆上就是一周围给它撒上水 这样的话就能够气温能够潮湿一些 并不是直接给它喷到叶子上的 我们家的喷水从来没有给它喷到过叶子上 施肥呢,这从今年春天换完盆啊 因为在盆底加了一层鸡蛋壳嘛 到现在也一直没有给它施过肥 大家的家里的杜鹃花如果开完之后 就是长势没有那么旺盛的话 可以施一些蛋甲肥给它 薄施,薄肥勤施 然后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遮阳处理 千万不要让阳光直射到这个杜鹃花 要么的话它就会出现黄叶,落叶的情况 其实这个多菌花在我们家羊的话也很简单 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东西 就是隔三差五的看着盆土干了给它浇浇水 就一直这么放着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下雨的时候啊 下雨天我们会把它搬出去给它淋淋雨 淋淋雨呢,然后再给它搬进来 好,最后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遮阴处理 照射散射光 中午的话放在阴凉处 第二个就是浇水 就是干了之后再浇透 第三个呢就是环境一定要通风凉爽 一定要流通 空气要流通 一定不能闷着它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点关注吧 感谢您的观看 就可以了